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冬老师 生长在苏尔的小学老师 喜欢研究钓鱼台问题 南方澳的钓鱼台专家 爷爷 爷爷 听说你年轻的时候去过钓鱼台 那里好玩吗 好玩啊 但是出海捕鱼很辛苦 那钓鱼台有什么鱼啊 钓鱼台海域 是我们台湾渔民 几百年来的传统渔场 那边有很多种鱼 像是鲑鱼 鳍鱼 鬼头刀等等 鬼头刀又叫做飞虎鱼 我的名字就是爷爷的爸爸取的 因为他很会抓飞虎鱼 飞虎鱼可以做鱼丸 鱼排 很好吃 原来是这样啊 那钓鱼台长什么样子啊 那里有没有住人呢 岛上没有人 但是有很多海鸟哦 小时候我们会调皮去找鸟蛋 铁上去罚过一种药草叫海芙蓉 我们船上没水哦 就到岛上去找淡水喝 风大的时候避风 鱼船坏了 修船都在那里 哇 好酷哦 好像鲁宾逊漂流级的荒岛 那钓鱼台在哪里啊 在我们宜兰的东北边啊 详细位置哦 你去问老师啊 好 小冬老师 请问钓鱼台到底在哪里啊 哦 钓鱼台列宇是在台湾东北方的东海 由五个无人岛和三个岩礁所组成 总面积大约6.16平方公里 相当于一万五千个篮球场那么大 最大的岛呢 就叫钓鱼台 离基隆不到两百公里哦 钓鱼台列宇是一群火山岛 是台湾北部大屯山 观音山山脉延伸沉入海底的一部分 和台湾东北方的花瓶鱼 棉花鱼 鹏家鱼 地质一样 而且是连在一起的 小冬老师 那这样说来 钓鱼台应该是我们的 那为什么日本人说钓鱼台是他们的呢 钓鱼台本来就是我们的领土啊 六百多年前 明朝的书籍就有提到钓鱼台 可以证明是中国人最早发现 命名和使用的 最早提到钓鱼台的书是明代的顺丰相送 是当时海上船只的航路指标 明代另外一本书 日本一见 也有提到钓鱼语 小冬小鱼也 小冬是明代台湾的别名 也就是说啊 钓鱼台是台湾附属小岛 我就是因为看到这段文字 才对钓鱼台那么感兴趣 并且很仔细地研究呢 哦 真有意思 钓鱼语 小冬小鱼也 小冬小鱼也 原来台湾附属小岛钓鱼台 就是跟你我都有关的事情 小冬是台湾 小雨是钓鱼台 老师是小冬 我是小雨 老师 真有意思耶 没错啊 明朝灭亡以后 台湾变成清朝的领土 钓鱼台也就纳入清朝的版图 清朝一些被派到流球国的外交官回国后 在书上都会写到一条黑水沟 那一条黑水沟啊 就是清朝跟流球国的国界 诶 小冬老师 那黑水沟在哪里呢 哦 在这里 黑水沟也叫做冲绳海潮 在钓鱼台猎雨跟流球群岛之间 是历史上清朝与流球王国之间的天然海界 钓鱼台猎雨的各个岛屿啊 都在黑水沟的西边 这西边就是清朝领土 黑水沟的东边是流球国 嗯 所以 钓鱼台是我们的 没有错 嗯 很多清朝的史料都有写到 黑水沟是中外之界 钓鱼台在黑水沟以西 当然是我们的领土了 我懂了 小冬老师 嗯 这幅地图啊 是日本冲绳县立博物馆的珍贵古画 里面把清朝跟流球之间的国界 黑水沟画得很清楚哦 证明日本人自己也很清楚 钓鱼台猎雨是我们的 不是他们的 对啊 这一点日本人 应该也很清楚才对 嗯 其实 钓鱼台猎雨属于我国 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清朝的时候 日本有一本三国通缆图说 把清朝的领土 画成红色或黄色 日本领土呢 则画成褐色 钓鱼台猎雨啊 是画红色 看到没 嗯 啊 有有有 所以咯 日本自己的史料 也证明钓鱼台猎雨 是我国的固有领土 另外啊 清朝还有一张法国传教士画的航海路线图 上面把台湾 基隆到琉球必经之地的钓鱼台猎雨 通通用闽南语发音 拼成法文 像是 钓鱼台啊 是台湾的附属岛屿 连当时的法国人都知道 哇 小冬老师 你真的好棒哦 不愧是钓鱼台专家 什么都知道 所以说啦 无论从地理 地质 使用和史料来看 都可以证明 钓鱼台猎雨是中华民国固有的领土 台湾的附属岛屿 钓鱼台猎雨是我们的 绝对不能忘记哦